接着呢我们来看科学记号法的加减法运算 首先第一题啊 计算1.23乘以10的六次方 加上3.15乘以10的五次方 那这怎么算呢 我的是乘以10的六次方 你的是乘以10的五次方 是不一样的 因此也没有办法相加 为什么 因为我有1.23个10的六次方 你有3.15个10的五次方 没有办法相加 所以怎么办呢 我要嘛就变成 全部都变成10的五次方 要嘛就全部变成10的六次方 那在这一题啊 我们要变成10的六次方 为什么 因为前面已经是10的六次方啊 你再把它变成10的五次方 这里就放大10倍 就不符合科学记号法的规范 比较不好算 好 那所以我们全部变成10的六次方啊 所以这1.23乘以10的六次方 就不变 照超就好了 那这里我要变成10的六次方 我要放大10倍啊 那因此为了保持相等 前面这里就要缩小10倍 那缩小10倍以后就变成0.315 所以它就有0.315个10的六次方 那1.23个加0.315个加起来是多少 1.23加0.315 所以加起来就是1.545个 所以就会等于1.545乘以10的六次方 那么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么我可不可以全部变成10的五次方呢 我做给大家看一下 先把题目抄下来 加上3.15乘以10的五次方 刚刚我是全部变成10的六次方 那我现在变成10的五次方 这里变成10的五次方 所以它缩小了10倍 它处以10缩小了10倍 那这个就必须要乘以10才会保持相等 因此它就变12.3乘以10的五次方 加上3.15乘以10的五次方 这个时候就可以相加了 我有12.3个10的五次方 你有3.5个 所以就是12.3加上3.15 加起来就是15.45个 所以就是15.45个10的五次方 那但是问题 这不符合科学记号码的规范 因为这个比10大 所以我必须要缩小10倍 变1.545 那前面缩小10倍 后面就要放大10倍 变成10的六次方 所以最后答案 一样是1.545乘以10的六次方 只是你会多了这个转换的步骤 因此我们就会把 一开始就会把它变成10的六次方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计算3.24乘以10的五次方 减掉1.06乘以10的五次方 那么这一题也一样 我有3.24个10的五次方 你有1.06个乘以10的五次方 不一样没有办法相加减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要把它变一样 那我全部都把它变成10的五次方 我可不可以变成10的五次方 也可以啦 只是多一个步骤 没有关系 我们就变成3.24乘以10的五次方 不变造超嘛 这里为了要变成10的五次方 负6变负5 所以它是放大了10倍 那因此这里必须要怎么样 缩小10倍 缩小10倍以后变0.106 那3.24的10的五次方 减掉0.106个3.24 减掉0.106 所以就接下来4 这里3.1 所以就会等于3.134 因此就会等于3.134乘以10的 负5次方 这样就做完了 那一样的道理 我可不可以变成负6次方 其实也可以 我把题目抄下来 3.24乘以10的负5 减掉1.06乘以10的负6 假设我要全部变成10的负6 那这里就要变喔 那你看到负5变负6 它是缩小了10倍 那因此前面就要放大10倍 变32.4 减掉1.06乘以10的负6 照超 好 这个时候32.4 减掉1.06 就会等于31.34 因此它就会等于31.34乘以10的负6次方 那这个不符合科学记号法的规范 因为这个比10大 所以我要缩小10倍变3.134 前面缩小10倍 后面就要放大10倍 所以乘以10 就会变成10的负5次方 你有没有发现 做出来的答案是一样 只不过你多了这个步骤 那两个都可以做出的答案来 所以你也不用刻意去记要用哪一个 其实都可以 那以上呢 就是科学记号法 加减法的运算 那这一步就会做出的呢 那这一步就会做出的呢 好